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 一到这种过年过节这种节日的时候的话呢 本身我就会更想家里 可是真的是这种冲击的话 就是我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感受冲击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心路历程吗 就我的心境吧 跟大家聊聊天 聊聊我自己心里面的事情 大宝儿你是偷了多少鸭翅吃 没有啊我才吃两个 才吃两个对我没煮饭我吃地瓜 然后这算什么炒白菜 肉丝炒白菜 这个叫炒电话馅 然后花生小鱼干 还有鸡干 就是这一家卖的 我们那个黄昏市场 中校黄昏市场这一摊很好吃 他们家卖的卖很快 嗨大家好 我是阿丹 新年快乐 我已经回到家里了 这两天的话呢 跨年我们是跟朋友去了苗栗的南庄附近 我们去露营去了 然后那边的话呢 我的手机信号不太好 就是我是用那个台湾之星 对就是在市区的话 像我家在市区啊 就觉得说信号还不错 有5G信号 就是还好就是 可是你要真的是到山区的话 那信号不好 我没有办法把影片上传 所以说这几天的话呢 就是干脆把手机放下来 然后呢 好好享受这个大自然这样 跟家里人一起啊 跟朋友一起聊天啊 跟家人玩一玩啊 是这样 所以说那两天的话 我真的就属于是单纯的在放假 也不错 给了我一个 这样休假的一个机会 我们去了南庄 我昨天把影片 我是回来到市区之后 回到桃园这边之后 我赶快把影片剪辑了 然后呢又上传了 所以大家有看到 昨天我去这个南庄啊 包括我们一些录影 这样的影片啊 昨天是这样的一支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什么 其实也是聊一些 我心里面的事情吧 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 会有这样的感受啊 就是一到年啊 节啊这样的假日的话 会更想家里人 其实阿旦一直都是这样的啊 就是像你看我家来台湾 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们坐飞机的话呢 确实不远 距离上来看 三个小时零五分钟 我就可以直飞到沈阳 这是之前 因为现在 很久以来 疫情的关系吧 就是已经没有 这个到沈阳的直飞了 我也有三年没回家 为什么三年没回家 因为 我们从台湾回到 这个沈阳的话 这样的 先到厦门 或者到上海 或者是到北京 或者到成都 因为疫情之后的话 只有这个四个行点呢 是有这个直飞的 所以说无论假啊 无论我们先落地 这四个行点当中 其中的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要经过隔离 那回到沈阳之后的话呢 就要再隔离 所以说沈阳最夸张的时候 隔离好像是要十几天 还是二十几天 我忘了 反正就是时间很长 然后那个时候 我一说要回家的话 我妈都会说 隔离这么长时间 回来干什么 我妈这样想 我也就是三年了吧 种种原因 等于说我们也没有 回到家里去 那你看这是 我为什么说 这一次我感受也蛮深 就是因为 大陆前一段时间 不是说解封了吗 突然间就解封了 是这样 以前的话呢 就是可能 就像一个婴儿一样 一直扶着扶着这样走 就是突然间松手了 什么都不管了 你摔倒了 你就自己爬起来吧 就大概这个感受 所以说 我妈妈家现在那边的话 沈阳 就是确诊的人 其实很多 我自己的闺蜜 确诊 闺蜜的婆婆也确诊 然后呢 就是很多人吧 我的同学 高等同学 大学同学 在沈阳的 很多人家庭都确诊 包括我有两个 在这个上海生活的同学 他们的沈阳家人 也全部确诊 我昨天的话 还跟我另外一个 在上海的 就是一个朋友 我们两个就是 朋友圈 就是聊了两句 我说你们家怎么样 他问我说 你问什么怎么样 他说 沈阳全阳 上海的话呢 他女儿阳 我说 哎呦 我说那你跟你老公很厉害 你们两个没事 他说我们两个太阴了 就是大概就这样 我们开玩笑 就是 就把这件事情就说过了 你看沈阳全阳 其实我对于爸爸妈妈 现在哈 我的父母在沈阳的话 我真的其实挺担心 他们这个现在状况的 你说能完全不出门吗 也做不到 菜 家里的饭菜 还是有吃完这一天 那现在其实快递 你说很方便 我可以帮他们买菜 但是去拿快递 也真的是一件 风险很大的事情 因为我在上海的 另外一个朋友 他的父母也是没出门 就是因为拿快递 哦 确诊了 你知道 因为快递的话 会经过很多人手 真的是 你说你不知道 是其中哪一个环节 谁确诊 甚至会不会说 带两种以上的病毒 也不知道 因为接过太多人的手了 就这一个快递包裹 这样 所以说 我这个 另外这个沈阳 这个朋友的话 就是他父母 他在上海 他们家是全家确诊 然后呢 我这个 他的父母在沈阳的话呢 就是也是确诊 一开始我还挺惊讶的 我说 我说那叔叔阿姨 就别出门了 我说咋还确诊呢 他说不出门了 应该是拿快递确诊的 这样 所以说我也蛮担心 给我父母买快递 这件事情 那我妈也说 就是他就去门口啊 买一些菜什么的 快去快回 是这样 所以说你说 能完全不出门吗 也做不到 然后为什么我说 我觉得这个冲突 就是你看我 带着我的这个 一家人 我先生 我女儿 我跟朋友一起去跨年 录营这样 可是这个 我的父母呢 却在大陆现在 在经受着这样的一个洗礼吧 这样讲 就是还蛮 蛮严重的 现在这个状况 陆陆续续应该会好起来 就是等这个高峰值 这个降下来 因为越小的城市 可能会越好一些 我发现就是 我有个闺蜜的话 她是在这个 浙江的同乡 就相对来说 小地方可能会好一些 因为可能人员流动啊 没有那么大什么的 像越在沈阳啊 什么的 就越在大城市 你看最早报的话 是北京 对不对 因为我认识的人 就是在这些地方 北京啊 上海啊成都啊 我认识的 还有西安的 什么的 就是 所以说 你就发现说 他们身边这些大城市 陆陆续就有人确诊 所以说 我很担心我的父母 虽然说 我是在跨着年 我的这个身心状态 其实我应该是放松的 可是我也会总惦记说的 哎呀我爸妈那边怎么样了 我现在每天都会主动 给我父母打电话 以前多数都是我父母 给我 给我打这个 这个视讯 看我女儿 现在每天都是我打 就是 我今天给我妈打视讯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妈今天出去了 我妈而且去医院了 你就夸不夸张 我一听我说 我妈去医院了 我人吓死了 我跟你们讲 真的 我妈说 我今天去医院了 才回来 我给你上医院干啥去了 我妈说 给你爸拿药啊 你爸这不是拿那个什么 三个月 拿一次处方签 就是我爸 有心脑血管的疾病 然后有高血压等等 反正他是拿这个处方签 就台湾叫处方签这种 他们是一次拿三个月的药 我爸是特病 我爸有特病 就是大陆叫特病 这样 我妈说去拿药了 哎呦我说 我说我这时候去那个 我说去那个医院干什么呀 我妈那不去咋整啊 我说你把药名告诉我 给你买呗 我妈说 哎呀那得买多少药啊 那个还不知道有没有 啊那个一下拿三个月的呢 我妈说没事去就去了 啊说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医院呢 我有问他 我说医院人多吗 我妈说多 我说哎呀我说多 太可怕了 我说那都是羊的 我妈说他去那个地方还好 因为他们去那个楼层的话 属于特病 就都是给这个像我爸 这样慢性疾病的 都是家里人过来帮忙拿药的 啊不是跟那些什么 挂急诊的啦 检查的生病的在一起 啊就基本上就是 稍微有一点点区隔 但是真的去医院的话 也很危险 所以说哎呀 你看我这又开始担心这件事情 我这几天呢 还得勤观察着点 看看我妈会不会因为 去了医院回来 然后包括明天后天呢 会不会有一些问题 但愿我妈妈 没有因为去了一趟医院 而把这个病毒带回来 哦是这样 所以说但愿但愿是这样 你就说我的这个心境就是 虽然我在这边先生活 我开开心心的 可是你说家里面的话 真的让我就是牵肠挂肚 因为好多这种不确定的因素 而且是我我完全控制不了的 哦我也很无能为力的 真的无力感呢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 可以理解得了 所以说哎呀 我很开心很开心 就是我真的是 这边真是目前来看 我先生啊 我女儿啊 包括我婆婆家这边呢 没有什么太过于让我操心的事情 真的没有 但是我真的很担心 我沈阳的父母这样 有的朋友也会讲说 把你的父母接过来啊这样 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 因为我爸妈的话 要出去办证检 去这个办证大厅 然后呢 他们现在没有 沈阳没有直飞 他们要再飞到这个 这个厦门 然后厦门再转机 然后最主要是我爸爸的身体状况 也不好 他经不起这种 从很早啊 然后从沈阳折腾啊 折腾到这个厦门 再从厦门折腾到台湾这样 他折腾不起这个 所以说就稳定稳定 希望说大陆这个峰值啊 赶快能够降下来 就是这个从高峰赶快降下来 确诊这个高峰啊 降下来之后的话呢 再来考虑说下一步 我呢 回家的话 最早吧 我想说可能也就是暑假 我会再考虑 寒假的话 一是时间太短 而且说现在大陆这个状况的话 我回去也不是一个 也不是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时机 这样 万一我在路上把病毒带回家的话 是不是啊 那我就更心里过意不去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 我跨着年 我那天在那边看着这个跨年晚会 我看这个101的烟火 我们用那个什么 就是投影仪在看啊 就我看着这一些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在想说的 哎呀我爸妈那边不到怎么样 也是因为说我在这边过年过节 因为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小孩 我是独生子女 所以说我也会想说的 啊其实这种节日啊 外面热热闹闹 爸妈妈妈家里冷冷清清 真的 就觉得还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所以就是用这个 今天这个影片吧 就跟大家聊一聊 我心里的这件事情 就是真的是一到过年过节 反而是这种热闹的时候 啊就会有这种心里感受 那今天就聊到这吧 这就是阿丹想说的 就是 我很开心我生活在这里 嗯但是后顾之忧 就是我的父母这样 有的人会说啊 父母你有你的生活什么的 父母什么 但是毕竟我是我父母生出来的 我是他们把我养到那么大的 你说我能说看着我的父母怎么样啊 我当然我会享受我的生活 我会好好的照顾我的 我的先生跟我的女儿这样 好包括我的婆家 就是但是 我的父母他终究他这一生 他们都是我的父母 不可能说我因为我嫁出来了什么的 我就不管他们了 不存在绝对不可能 在阿丹这边绝对不可能做到这样 所以说我是有我的人生 他们也有他们的人生 但他们终究都是我的父母 好了那就聊到这儿吧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开心 但是没办法 这也就是因为我长到这么大了 陆陆续续在面对的事情 哦是这样 实话实说真的是陆陆续续 人长大了 就是会有一些成人的烦恼 现在就是我的成人的烦恼 好了 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些 你这个心路历程上呢 就是你遇到的一些什么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来互相聊聊天 诉一下我们的心里的苦 好了 那我们就下次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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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